北京微博2比0领先 本局比赛是他们的赛点局 那在上一次和重庆狼队的交手当中 确实在第三局重庆狼队 当时是选择到了菊又精 关羽 嬴政 加上摇马的那一套 是前期能够去进到对方野区 能够打得很凶那套阵容 可是当时他们进野区的时候 没能成功 然后被花卷的一星和暖阳的露娜给打爆了 对 所以这一局在经历了上一次的一个挫折之后 看有什么样的调整了 一定得要调整一下 就像屏次所说的 就是新版本 尽量的还是得要先去找到一个自己 适合自己的一个风格打法 最好是打得凶一点 要打野区啊 公孙黎搬了 狼队是大乔搬掉 看北京微博后面会不会再搬一个鲁班大师 搬马超 蓝搬掉了 那狼队这局就只能被逼得选一个偏蓝了一点的 或者说他拿个NAC露露 因为他竟然一个用了一个被搬了 就只有像橘油精这种的 先拿了一个蒙田 那大师也在外面 他们用蒙田去打一个北京微博的一个鲁班大师的阵容 因为上一次北京微博也是这么打的 拿了 北京微博用猪八戒去对这个蒙田 然后鲁曼娜是该选他还是选 那重庆狼队这边的选择应该是马可波罗 马可加火舞 把这两手出来的话 他的一个中下半区对线有点弱了 因为你这两手出太早 就导致于后面北京微博又正好是红色方 他直接可以去选对线 可以压你马可去压你火舞的英雄 火舞轻线我们都知道是比较慢的 他在转线方面的话可能会慢一步 然后马可在对线方面 他对几乎所有的射手 连对戈亚他都对不过 然后就是北京微博在阵容选完之后 他要做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开局的时候 直接换个线 因为这局狼队他阵容选出来 肯定会让马可去换线 让马可打猪八戒 然后把蒙田放在下路线玩一下 他如果不去做这个换线的话 知道阵容前期就会很拨 还是要去抓一个稍微优势一点的对线 桑琪扳掉 拆桑琪下蒙田 然后再搬一个张飞 张飞如果说出专精装的话 也会限制到静的进场 对 狼队则是搬了一个金铲 让火舞进场舒服点 好 异星搬掉 就是上一次对到发掘那个异星 异星开团太亮眼了 没事 微博他有其他这种清线快的 这把的一个硬核 微博在于我要线上压制你 然后去配合静 配合猪八戒 打这种前期的快速节奏 然后看一下春仙狼队最后两选 打野方面 然后蓝灵王 蓝灵王 野斧 这个是可以摇摆的 看一下他们的选择 如果说蓝灵王去打野的话 他一个刷野动向 其实能被洞察到 他就做不了什么事情 对 效果没有打辅助好 那打野位置的话 没有选择巨右金啊 而是选择纳可露露 要锁吗 换了最后几秒钟 因为北京微博 他还有一个李源芳没有用 他如果把蓝灵王确定下来的话 那微博的第五个 五楼这个射手就会是一个李源芳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溜溜球 然后不管是对线 对线怎么换都挺好打的 哦 来了 后翼 后翼 后翼在新版本有一个小幅的加强 就是他的生命值 对 还有 包括隐刃 他也适合出隐刃 隐刃加无尽 乔帮主今天已经给公孙林马可的出装都给他变了 直接带了一个隐刃的蜂巢 他接下来出的什么射手 但是他就换了 还是换成了鲁班七号 这就会回 就像第一局一样 EDGM和RNG那一套了 就是你一个父子组合 一旦 你这首蒙田不肥的话 那你在中期是扛不住的 而且你一个父子组合你对线 不管是你马可和蒙田怎么换 你都要被压 都要被压 是的 之前的那场比赛 父子组合当时是EDGM换上了ROCK 那一局鲁班七号是从头到尾没有被摸到过的 那这一局的话重庆狼队 他们其实有孙病可以加速去充脸 而且纳克露露 火舞 马可波罗都能往里穿 三突进 你配上蒙田 他其实是一个四突进 四突进阵容 如果说有钱的情况下 这样的凸脸阵容 对于鲁班七号是一个非常好的限制 得四面八方冲进去 他们不能从一个角度冲进去 一个角度冲进去的话 鲁班七号直接点个链子就走掉了 然后猪八戒给个大招 你进来几个就留几个在里面 然后控制给鲁班七号反扫两梭子 就基本上全死了 是的 看一下重庆狼队这局要不要去选择换线 因为感觉这套阵容 他们的前期野区是有点弱的 不过此默的出发界他也没有戴成 而是选择闪线 因为他也要去配合这开人 更何况对面有个马可 对面有个马可的话 你如果带一个成绩 被留住就走不掉了 重庆狼队对阵北京微博的第三局 这局依然是北京微博的赛点局 如果说赢下的话 那北京微博就是三个大场的连胜 而且是两个3比0双杀重庆狼队 重庆狼队这局看能不能调整回自己的状态 能不能打得更凶一点 进入比赛 大家好我是本长解说琪琪 大家好我是本长解说黄少 狼队拿了这几个多凸脸 如果说能够打出配合的话 效果会很好很爆炸的伤害 看能不能在团战里面 把潮汐的鲁班七号处理掉 先看前期他们的一个不止 正常的一个对线 可能考虑到换谁 都有点不好对 这个鲁班七号就正常分线了 马可在下还能拿红buff 蒙田这里顶着猪八戒抢了一个2 自己的血量就不是很高了 等一会儿马上一分钟 血包能刷 下路位置 北京微博拿到河道之灵 挺凶的 这就变成了一个很经典的前期三线压制的阵容 然后自己又是一个弱势打野带不了节奏的 三线被压又是弱势打野 北京微博是三线压制加强势打野 重前狼队这个阵容得要忍 他得忍到中后期 对 得到中后期一波突进 如果能把这个鲁班七号冲下来的话 那后续他们其他人其实后续收割能力也是很强的 点链子 火舞来了 一闪踢两个 这波马可波罗一进的伤害也给上了 塔下吃了一点伤害 但是金宇还是可以全身而退 这波配合的就很到位 金宇来的时候 他大招落地 刚好他卡在了链子中间 这颗雷 有一个减杀效果 死不掉 反而自己被打操了 好危险呀 再一个小走位 有仙剑之名 他预判到乔西的杀嘴炮了 这波孙蜜也得回 上路位置 刚刚暖阳上来了一波 但是弗兰依然可以顺利地去吃掉这波兵线 到达四级 冲击杀队是想在下路出节奏的 那可造势那一波是直接往下抓 而且是把月色的火舞叫上 火舞都叫闪了 这个鲁班7号得多抓他 只要月色有闪现 就下路来一波 主巴剑 打断一下弗兰 但自己要被留 沈墨西赶过来 一个大招 但子墨这边血量已经很低了 被纳路一技能收掉 同时纳路也能全身而退 金宇这两波节奏带得很漂亮 很顺 先往下抓死了鲁班7号 再往上打抓死了主巴 子墨这一波是看到 弗兰也远处法阵想走 他主动去留人了 对狼队这是一套 以节奏取胜的阵容 他就是吃节奏 花卷这个位置稍微有点脱节 但是火舞 在感人的过程中 被链子拉到了呀 是的 像他自己是没闪的 他闪了CD 星宇这边记着的 这波很伤 再看暖阳 一套打凡凡 鲁班大师给个空 凡凡知道自己这波不好走 他进化是没有选择交的 那这个蓝把北京微博反倒 纳克鲁鲁没有蓝了 我们会说 为什么纳克鲁鲁这个版本 他的那个优先级啊 下降了那么多 一个是野区弱势 在一个纳克鲁一旦是蓝背反了之后 他蹭线也不好蹭 加上他的一个刷野效率会慢非常多 野区收益的增加会让更多队伍 他会在前期更加选择去进攻野区 对 一分钟到六分钟 野区经济加百分之四 那自己家打完再打完对面的 那就是百分之八 这个经济差会瞬间拉开非常多 纳克我们看到他是满血 但没蓝了 满血也得回家 解说时射预测 都看好了北京微博 这把月色不C 赢不了 得看火舞 刚刚就是火舞在下路位置 交闪打开了一波节奏 看他这一波 他闪现已经好了 想要配合到队友进到蓝区 这波弗莱也是传下来了 但子墨先动手 把反弹打退 再来回换位 去摩擦着弗莱的血量 这一波北京微博是多打扫 北京微博看到人 就主动选择出击 暖阳这里仗着自己有钱 经济高 就上去 先动手了 先开 下路位置 腰刀有大有进化 新宇交个大招 逼马可一个进化 下波新宇好了 直接要看腰刀了 腰刀的进化CD 范范这边也没有进化 金宇从那个蓝buff被反之后 他现在就没有办法去带节奏了 他刚刚被反蓝buff之后 他没有选择正面去跟着队友 去反对面的蓝 而是选择上路继续去发育 来了找一波机会 这波绕后 曝暖阳暖阳交打直接走 竹八戒也是给个大招 隔绝一下火舞和孙命的追击 救一下队友 而下路的腰刀想开红 在被新宇看着 而且鲁班七号已经把下打推掉了 这波北极微波可以反进红buff野区 对 红buff还是蓝buff 只能选一个 暖阳他也是 通过原初法阵传下来 要把马可的红buff控在手里面 对 手上是有逞的 纳格鲁很开心地拿到了蓝buff 但是马可不够难受了 对 但金允这里的话 也是做了一个镜像 做了一个镜像 直接要去反掉了 北京微博的红buff野区 是 鲁班七号 乔西这一局也是先出的引刃 然后再补无尽 而要到马可波罗 他是先做的漠视 对 他与上一局乔西的马可出装是顺序不一样的 那把马可打的阵容 他没有一个就像猪八戒这样的前排 要到这把先做漠视 主要就是因为对面有个猪八戒 有猪八戒 Fly这波宋命二技能还抬了一口 Fly根本扛不住了 什么气再来一个打 现在伤害非常高 Fly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防装 他都是小剑 散剑零零散散 极其固守两个宝石 两个魔抗斗篷 下路又是一个单杀 暖阳这把劲是走到哪杀到哪 对呀 腰刀的那个位置 他腰刀是不是想 我感觉腰刀是想主动蹲人的 对 但他进化其实第一时间也没好 现在才刚刚快转好 就蹲到是个劲 然后劲现在的经济非常高啊 五千的经济 而刚刚腰刀是三千九 他只有一个莫视 身上刚刚好像也是没有红了 直接开鲁班销 闪现往后撤 自己的前排顶在前面 隔绝掉了纳可露露的进场 发掘还在追 发掘二一连招 要不要滚过去晕一下 主巴底直接选择一闪留人 哇 这追得非常凶 继续还能进篮区 重庆狼队现在 又处在了一个逆风当中 三千多四千的经济差呀 这个沈梦希 4-0-1的数据 本来说应该是 月色这边的火舞去带节奏了 结果这局花卷 沈梦希节奏带的飞起 刚刚他沈梦希直接开着 二技能一技能去留人 花卷这局太肥了 狼队很难打 马可得提前把 魔女走篷给掏出来 这波就腰刀主动抢队人 但是二技能过去的时候 被看见了 所以暖阳就选择直接动手了 连续的一个掉点 看一下重庆狼队 这个时候还在尽量的 尽力的去发跃 因为沈梦希现在的伤害太高了 导致于弗莱爱的蒙田 他得先做魔抗 但做了魔抗之后 现在鲁曼7号的影刃和无尽 是已经就位了 你这个蒙田是扛不住的 鲁曼7号的伤害了 伤害太高了 被狂住 竹八戒直接拉 孙斌给个大招拆破了 静也是侧边 静却直接切到了孙斌 再回头可以把flag给秒掉 再一个来回换位 一丝血没有死 可露露没能把他击杀掉 孙斌二级的这个台起很极限 把队友也救下来了 这锅还好 重庆狼队没有一个大的人员伤亡 但是蒙田的阵王 会让重庆狼队的 他们在整个中期 没有一个前排能够顶在前面 掩护后排的输出 而且视野会更差 刚刚看到一个视野的控制率 北京微博 快七三开了 是的 已经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主导圈 纳克鲁鲁开着大招 进来看到了一个猪八戒 孙斌给个大 压残血量 红八副又要让了 受不了 这波越测 看一下他有没有想法 他这波是不是想绕 这波有闪现 他想绕后 先等兵线进塔 看他能不能再绕出去一点 红八副 马克波罗用一技能想要收 但还是被鲁班七号反到了 要到现在马克一直拿不到红啊 红色对人蹲到 一套上去 打不动啊 还给了一个新招之剑 还是太穷了 他现在身上就一个回响 就一个回响 帽子还没有 对 他这波想秒人 起码得要帽子出来嘛 这套装备的活物 你想打一个由鲁班大师 保护的鲁班七号 本身就多一个护盾 多一个护盾 那你 一扇子接一套 是完全不够的 你得一扇子 起码四个扇子 我觉得四个扇子全中 能杀掉 但这个不会给你机会的 是的 而且鲁班七号有气血之刃 还有韧性鞋 你第一下控制秒不掉的话 他反点你 就很难再击下了 血还吸上来了 是的 马克往里撞大 但乔西点链子 直接往后撤 沈梦西有一个大刀 把人全部打回泉水 中路的兵线也是逼近 二塔可以破掉 是的 火舞有闪 但这波没法跟 直接被沈梦西的一个大雷 打残得要回家 就现在 重庆狼队想要冲的话 他们的环境确实不好 想要冲得要 一瞬间全部往前冲 指哪打哪 一会儿的 一波高地 保卫战上面 狼队要反打一下了 因为你不打的话 是真没机会了 而且不能慢慢耗 慢慢耗的话 沈梦西这边的消耗量 比重庆狼队这边的消耗量 是高很多的 现在狼队最好的就是 再拖一下 拖月色把帽子做起来 马克是已经有冰霜冲击了 可以团战把控制链 再补得足一点 然后纳可露露 再补一把破军 当纳可露露有破军 火舞有帽子 且弗莱的蒙田 闪现好了的时候 狼队抓住这唯一的一波机会 还有还有可能 只有只是有可能可以翻盘 因为太吃配合了 那个难度很高 又要说到我们经常说的 那个梦想中的团队 嗯 但是从今天的整体状态上来看 北京微博的状态 明显是要更好一些的 首先就由子墨上去赶人 去逼逼你的一些位置 让鲁曼西号能够很舒服地去点塔 然后另外暖阳可能会 因为他仗着有钱 会打得更加的主动 他会主动去找你的后排去切 然后乔西自己也做了一个魔抗 下路位置是墨西 这边消耗又把马可波罗和孙命 打残了得要回家 然后弗莱根本扛不住 再一个大招 把弗莱框住 先击杀前排 没有了前排情况下 鲁曼大师主动出击火舞 刚突进去就被链子拉回去 对 翻完孙命这边 抬着二技能 救一下队友马可波罗 往里站大 伤害完全不够 纳可露露此时想清明 也是被赶走了 孙病也没有办法清线 无能为力 最后水晶被迫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再次战胜重庆狼队 又是一个3比0 现在的北京微博 加上第一阶段的连胜 现在他们已经三连胜 同时是两个3比0 双杀重庆狼队 北京微博今天的比赛 很长他们的气势 但是重庆狼队 真的第二阶段的这个状态 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找回来 自己之前的那种感觉 对 两个队伍 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保持着各自在第一阶段的状态 只是北京微博 它是一个正向的状态 而重庆狼队的话 还需要调整 对的 就是北京微博 今天无论是BP上面 是对对方有所研究 有所克制 第二个就是选手 在局内的发挥 确实也把教练部署的 这样的一个阵容 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的 第一局的时候 其实重庆狼队的阿古多马超体系 已经打出了优势 但是又让北京微博 一波绕后打回来了 今天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再次恭喜北京微博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哇 又是一个三比零 北京微博已经六小局连胜了 变对重庆狼队 对 就这场比赛 我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在第二局的结束之后 第三局之前 我们在评论席说的种种 最终呈现出来的 居然是在这个版本 他们拿到了如此弱的一套阵容 全部避开了 对 全部避开 孙并马可加纳可露露 真的这一盘 这种选择来 你真的和我要非常能带节奏 靠一己之力 把北京微博的前期先翻 可以看到 第一波月色往下的一个支援 确实打出了一个不俗的效果 但是确实微博这套阵容 它就是个三线U 它这套阵容三线U 我前期就算掉一次 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的阵容容错率 在这个前期的强度足够高 打完后面就很难再去碰撞了 我听解说希希在说 拖后期拖后期 但是这个阵容怎么拖后期 非常难拖 你这种拖到后期 你拖出来的就是一个神装鲁班信号 你拖出来没有用的 对的 所以说就感觉 重现狼队他们在 这个版本的理解上 感觉出了问题 他真的是感觉上是出了问题 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是说是觉得这版本是拖 而是他们还是在上个版本的 那种固化的思维里面 我觉得他这套版本 就是假设北京微博 这套阵容 你放到上个版本 或者说上个赛季 武汉伊斯塔普的手里 狼队这套阵容去打这套阵容都不好打 也打不过 就不仅是这个版本的问题了 我认为是狼队他需要把自己的逻辑给他转换一下 像北京微博这样 他转换的就很好 就是我在这个版本 本身这个版本的红利 我吃的就是前期打进攻 对吧 是的 来看一下本局的MVP给到了赤阳神光 北京微博的暖阳 暖阳的竞胜率好高啊 这个赛季 是的 我现在觉得他真的拿出了自己这个皮肤之后 就能够让我们隔着屏幕感受到他的力量 关键是他竞赢的局不是说我拖后期赢 他就是前中期就直接给你打崩了 对 下落还有一拨单杀嘛 这局比赛 马克本来不负义的发育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跟暖阳 所以说今天狼队整体来讲 我觉得他们很有必要 在这场比赛之后去 讨论一下这个第二轮的路怎么走 对 其实在S组 目前真的能够在前期打出那样进攻性的 目前来看似乎就只有北京微博和武汉斯大部 嗯 福尔基K也是可以的 福尔基KBO5里面大概有两局会这么打 对 福尔基K实际上他们也是有前期的一个进攻套路的 对 但是确实狼队这连续的两局被北京微博零封 而且是前中期被压只是连续了 对 这个点就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重创 就你在阵容的选择上 你在上野的英雄配置上 我认为你还是要做强 对吧 你如果真的在野区做弱了的话 那你在上中就要做强 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有一点 金宇这名选手给我的一直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打前中期节奏 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他的单人节奏 他的就所谓的无规则打野 实际上给到别人很多压力 但是实际上狼队最近做的阵容也好 包括他们打法也好 不会给到金宇这样的一个操作空间 对 暖洋 伤害全部打满 然后这波单杀 看到了草里马可波罗 然后硬施一缩异技能之后 都没交大招 秒杀了马可波罗 然后这波再冲出来 换个位置 躲避一下 利用弗赖 飞雷神 对 弗赖这一波就是说白 想靠蒙田中期的强度 强行打波团止个损 但是无奈真的对面已经做好的准备 你在这样的经济差面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是的 来听一下本局的语音回放 准备我还要加上去 太棒了 抓紧 我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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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开想开 躲过现在转上 我没拿着 追踪追踪 最后天最后天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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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接近接近 太棒了 别跟我赶紧 我可以帮你 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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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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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一个 可以拿一个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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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 你要不要先杀 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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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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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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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完 杀完 来 来 结束 结束 下完 下完 哇 我觉得他们的语音听起来是很轻松的 对 就每个个状态都非常的自信 这边怕谁帅气 你们都好棒 哈哈哈 来的一波灵魂鼓励 来自灵魂的点赞 对 我觉得现在确实对于北京微博来说 他们逐渐的已经找到了自己队伍的一个最佳状态了 而重庆狼队这边就让人更加的去担忧了 那前方重庆狼队的采访也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教